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依旧是周二B站特别节目 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每周二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因为周二上传的那个视频都是跟平常日是不一样的 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搞笑的啊 或者说是一些无厘头的视频 因此如果你们在观看周二特别节目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周二的特别节目的视频是没有质量保证的 就是有可能它会很神经 也有可能会打得很好 这个是我就是提前要跟你们说的一件事 然后今天在开始本期视频之前 我要为上期视频里两个坑我要填一下 就是我读错了两个武将的字 第一个就是SP武将背迷呼上期 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武将其实有一个字我读错了 就是古居 这个字应该读居 因为有个成语叫复古之居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但是我当时 我以前一直是把那个成语读成复古之居的 所以说看到这个词我就习惯性的读成居了 就古居古居 读到现在就变成古居了 改不回来了 其实应该读居 还有一个就是一将成名2017里面的一个武将 这个字应该读密 琴密 其实这个密字只作为这个武将的名字读才读密 一般来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叫做福 你们记不记得曹子写过一篇落神父 里面讲的就是落水 描写的就是真鸡 长得像落水之神福飞 长得跟他差不多 那个字就 那种情况下 这个字就读福 但是作为这个武将的名字 它其实是读密的 好 那么我们闲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来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 这把是个军争局 然后我们这边主持角玩家选择了张合跟点尾 好 这边开局录迅亮了 然后夺势各种 好 然后二号位开个五谷过 不去管他 其实果战场里没有什么好说的 基本上都是过过过 没有没有什么那种可以带节奏的武将 基本上都是过 好 这边三号位的 不对 四号位的张飞跟关羽亮出来了 五胜咆哮 然后由于是郭家 他打不动 然后又是一击又是刚烈 所以就没有了 打到最后就没有 没有杀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卫国其实是比较难打的 其实这一把视频主要就是讲这个国家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各种人的围攻下活到最后的这把视频其实主要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在于这把国家他是怎么赢到就是怎么躺尸躺到最后的你们可以留心数一下在这把视频里面这个国家跟夏侯敦总共受了多少点伤害却依旧活着好这里有个小学生举动 小桥开万箭齐发 国家扣血刚烈小桥 这个时候小桥发动天香把刚烈造成的伤害弹给夏侯敦 这个时候夏侯敦等于就是如果在刚烈的话就等于是在刚烈自己 这个这个点要注意一下万箭齐发开出去的时候你第一次刚烈刚的是小桥没错但是如果小桥选择了扣血那么他把伤害弹给你 你再次刚烈的时候刚烈的对象就变成了自己所以说他这一把刚烈刚烈了自己然后还中了 他就弃了两张牌 不对他不是弃了两张牌他是他是摸了不对他是扣了一滴血然后摸了两张牌 当然他这个你们也可以说他这个举动是为了让自己摸牌其实这样也可以 但是我想说如果他刚才是不是说故意为了让自己摸牌然后去刚烈小桥的话那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小学生举动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边是刚烈完了之后直接扣血之后然后一击摸了两张牌 不过我想说这个局势你如果还刚烈自己摸牌的话可能有点险 但这把视频我说了就没有这么简单这把国家从头开始他都是成为众矢之地所有人都在打他 这把你看两个无国三个无国一个蜀国全部在打他 好这个地盟很漂亮 还有套吗 好这边灯岸还有 然后这边黄盖就苦死了 其实我觉得 确实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而且你一个一血的鲁肃黄盖在这里与其被人家打死还不如直接苦死 好这边装海明剑扒了小桥两张牌 这边张与张飞关与离线我们不管他好这边五号位的周瑜跟那个孙策也亮了 没中 就你如果离线的话机器人他是很蠢的你如果暂时离线是机器人帮你打 就是暂时托管 你不管是什么怎么样 他都会出牌的 比如说你出杀他有闪就一定会出 你出逃他就 不是你冰死他就一定会出逃这样子 而且你队友冰死了 如果他他就是有逃他也会救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这边继续决斗还是依旧依旧依旧没有死 反剑 离点还有糖 感觉这个周瑜硬生生的被钢到没牌 好这边郭家依旧没有死 邓爱又拉了一个桃把他拉起来了 我感觉邓爱囤了一手桃子你知道吗 这是为了郭家可能 还有 你看又打出来一个桃子 这个时候我记得没错 郭家应该磕了 应该磕了离点四个桃了吧 离点应该出了四个桃就他 然后我们这边又摸来了一张桃 然后我们这边又摸来了一张桃 你可能没有料到我们有张和 但是这个桃子真的是我觉得 可能你们再圈一会儿郭家就死了 但是我们又摸了一个桃 郭家又可以躲过一回 好这边香香去了 他们的主力基本上就是孙二香 其他的倒没什么 这个小桃其实这个时候是沉得住气的 没有弹 弹了的话 我们这边再出逃救一下 郭家又是摸牌 然后又是回血的 不是又是摸牌 又是一记的 好这边还开了一个桃园结议 好接下来的录像就有意思了 接下来你们注意看这个小桃的举动 就知道有闪防九杀的 现在大家都会这样打 这个小桃感觉现在就是不管局势了 我就是死 我也要带走你个郭家 我再死 你看 但很抱歉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桃 他就被硬生生的刚累刚死了 其实这把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娱乐局 我感觉作为就是视频解说之前的一个就是热身赛 我觉得都不为过 因为这把就是充分的让你感受到了大魏的武将 有多么多么的让人厌恶 你知道吗 当你看到一个郭家的时候 郭家或者曹丕 或者是离点 或者寻遇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就是为什么会那么 那么想去打卫国了吧 你也知道为什么大魏那么招雷术了吧 不是招雷术就招人恨了吧 仇卫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你应该懂了吧 你们知道在这把视频里面 郭家扛了多少点伤害吗 19点伤害 他依旧活着 活到了最后 而且还活到最后还两血 一血 活到最后还一血 但是我们这边队友 你看给他打了多少个桃 你知道你知道 这个郭家有桃子的情况下 有多难搞了吧 所以现在 就我觉得有一些人 他可能打国战的时候 他去打卫国 就是仇卫 我觉得都是 都是我觉得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卫国真的是 随便一个桃子能死灰复燃 就真的是这样 好来看下一把录像 这把是 主持者玩家选择了 男神跟女神 就贾许跟太后嘛 这边开局一号位的 许楚跟曹操 住联毙可亮了 还裸翼 我感觉这个裸翼 应该不会造成什么效果 如果你有决斗还好 没有决斗 只是 只是杀的话不是很难 不是很容易 你看 轻轻松松一张闪过了 好 这边杀了一刀 草操扰反剑了一下就过了 二号位 孙坚跟周鱼 这亮的有什么意义吗 可能是为了英姿多摸张牌啊 但是可以不用亮孙坚 那也可能是为了体力差 多摸一张牌 也 也这样也能理解 这个南蛮入侵 主持者玩家 没有选择开帷幕 依旧是 默默的出一张杀 就是 就 就直接过去了 这个时候五号位 离点跳出来搞事情 然后 四号位去打五号位 又是张鹤 六号位判定中过 我们这边 跳出来个三号位的 张张张红出来 剪破烂 剪的牌还 别说还可以 我这边丢了一张 过拆一张 桃园也过了 好 曹操装了个三剑两刃刀 然后杀了孙坚 连带张张张红一血 这把怎么没有郭家 跳出来 没有郭家的魏国 其实很好打的 我说呢 他怎么不执剑给 孙坚 原来他自己是孙上香 我当时还在奇怪 我为什么 我说他为什么 不执剑给 执剑给孙坚 因为他是两张啊 对不对 没想到他是孙上香 这我就能理解了 好 这边六号位 真机跳出来 我们这边依旧 使出了张 闪默默的过 这边杀一刀也过了 感觉我们下打 可以刺久了 但这个张和 没有给我们机会 我们这边 因为他是跳过了摸牌阶段 所以我们刺不了久 好 这时候尾幕亮出来了 小乔这天香 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要这样 只是为了让他 对我摸两张牌吗 太险了呀 我倒宁愿去谈 许楚跟曹操啊 这样虽然收不掉他们 但是好歹也好一点 乱我要开吗 好没开过 好 我们这边救了 救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要阵毒啊 怎么可能会让给别人 不要以为我们这边救了 是为了让他帮我们打工 我们只是为了那一口阵毒而已 我们杀了他三加三 小乔杀了他只能摸三张 那当然是我们说他比较划算 反正孙坚 他冰凉寸段中了 直接刺一口 直接无脑刺久就行了 他也杀不了别人 这边香香继续 可以杀 杀一刀张和 然后就去了 对 但张和有闪 注意一下 张和如果这边继续跳摸牌阶段的话 我们是刺不了久的 但他这边先跳了乐 先跳了乐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阵毒了 除非他跳过摸牌阶段 否则我们阵毒是一定可以刺上去的 开一张南蛮 杀一刀过 可以火攻一下 那个孙上香 对 这个时候开乱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一把再那个震毒一下孙上香 但是好像不能成功 因为我们丢了一把桃子跟酒 看他会去打谁 应该会来打我们吧 这个时候不应该拿人王盾保命吗 拿什么五六剑 你看 有人离线之后 二张就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他丢的牌都是未知的 真鸡刚才那个借刀真的很臭 而且这个南蛮也很臭 有在为我们打工的嫌疑 他有酒的 我们给了他一口 就是刚才我们丢了一张酒给他 还好 小学生举动在这里 如果你为了防止我们震毒 赵云应该拆我们手牌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无法震毒了 他居然拆了我们的武器 那我想说 你拆我们武器 你可能是为了控制力 不让我们打你 没问题啊 我们不打你 可以啊 我们可以震毒啊 震毒是无视距离的 所以你这个拆 杖八蛇毛 我是觉得真的很 让人觉得很无厉头 你看 我们继续一口毒九次过去 又是 又是三加一四张牌 这里不要震毒了 因为我没闪 好 强袭我们 我就知道 但你也不可能做什么了 这还过拆拆 你看第二个小学生举动 这还过拆拆我们 黑色的过拆拆我们有效吗 你有那个时间部去拆一下孙上香的武器 让他消极一下都比这个这个强吧 你看 你拆我们杖八有什么用 又来一张怪师傅 轻轻松松的 怪师傅 好 结束 这把小学生举动实在是有点多 首先开始孙上香那个拆我们杖八开始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 你拆我们杖八并不能阻止我们去震毒赵云跟关羽啊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有手牌 我们震毒他 我们就有 七乱牌啊 对不对 你就算控制了我们距离 无所谓啊 只要我们有手牌 我们就可以震毒啊 震毒是无视距离的 对不对 跟距离没有关系吧 好 来看下一把录像 依旧是国战 这一把主持者玩家 这个选将框里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他选择了干夫人跟庞统 这两个武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干夫人跟那个废一脚碗更配一点 那个神智丢完牌之后 直接就是那个守成 不是守成 那个 另外一个技能叫什么 我忘了 就是初牌这段如果没有使用 使用的牌 没有对别人使用牌的话 可以摸两张嘛 那个技能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 好不管 这边三号位的夏侯敦亮了 然后去各种打别人 剩了一下二号位 跳出来个陆逊 丢了一张顺手牵羊 其实可以剩下夏侯敦 那他不剩夏侯敦的话 可以表明他应该是个卫国 先标一下 这个时候主持者玩家 玩起了那个 铁锁连环 我想说 场上在没有卧龙的情况下 你如果 你如果要玩草船 那个 你如果要玩那个 藤甲镇的话 不对 你如果要玩那个 铁锁连舟的话 可能没有 没有那么大的 那个效用 虽然我们本人 有藤甲在身 好 又有国家 一号位的国家 司马懿亮了 三号位的 那个 加尔敦刚烈 四号位的曹丕 你看 果然是曹丕 卫国 不胜国家 我就知道肯定是个卫国 那卫国应该 骑了 现在 他在第一下 铁锁连环 并没有出现什么效果 我就觉得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玩 我以为他知道 场上有卧龙的 没有 没有想到 没有卧龙啊 哪有卧龙 当现在没有看到 卧龙在哪里 所以他第一下 这个各种 各种铁锁连环 榜上有什么用呢 还白白耗了一些 白白耗了一条命 不是一血 我还想说 这个火烧赤壁 可能会有点用 我没想到 没有成功啊 并没有成功啊 有人救吗 好 六号位救我们 应该是个 应该是个蜀国 先标一下 好 这边神智 七牌回血 然后 摸了两张 过 没想到是个群 六号位 吕布 填锋 去杀 曹丕跟月静 其实吕布这时候 跳出来带节奏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他再不出来 我们快挂了 基本上 你看 陆迅跟甘尼已经死了 我们接下来 三打四 还是有点难的 他们状态都很好 除了一个曹丕 你看 有一个控 有一个控 手牌 还有一个改叛 大神 改叛大神 加那个 加可以给牌的 一个辅助 然后这边 还有个翻面的大神 这边还有个 夏侯渊 强攻 你让我们怎么打吗 对不对 可以杀一下 不杀也行 差不多 如果为了保守牌 不杀也行 好 这边七号位 我们的 我终于看到了队友 姜维 但我想说 你这样 关心是无效的 司马懿在 不过后他张手牌 也是不错的 对 杀 应该没逃吧 是没逃 还浪费了邓爱 一个逃 不错 这二男男 非常漂亮 不仅带走了邓爱 和徐晃 而且还带走了 吕布 但是 就是伤了我们 两血比较伤 不过 收了两个 收了一个卫国 一个群雄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紧接着这个姨大佬 非常给我们惊喜 完了之后 一张决斗也拍得 恰到好处 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有两个 逃不慌 跑 跑 你看这就是神守城 你看到没有 神守城 神守城 守城来一张 逃 然后再守城 来一张闪 好 回血 给他摸牌 他就逃跑了 其实这样 确实你是没法打的 你看像我们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回血 给飞一讲碗摸牌 然后我们回合外 失去最后一张手牌 他给我们摸牌 两个人互相摸 摸到最后 就是你来我来 大家好 对不对 来到最后就是 来到最后 就是状态迅速 回复过来 然后你只能等死 好 来看今天的 下一把录像 这一把 主持人玩家 选择了 这里没有 没有别的可以选 只能选群雄啊 选了贾许跟蔡文基 我们这边还是一号位 但是并没有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移到 两下过了 留了两张南蛮续抱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贾许南蛮 是顺不了的嘛 拆的话也只有红桃才可以 这边二号位的郭家 打出来一个三号位的邓爱 把把都有郭家跟邓爱 你看李典又跳出来了 四号位的李典 把把都有这种武将 真的是 有时候看到什么李典啊 郭家啊邓爱啊曹丕啊 司马一啊夏侯敦啊 我都觉得烦 你看五号位张和跟点位 你看三四连位 你看 那这个二三四号位 三二三四三三三个位置 尝试坑队友 又乐又兵还杀他 这钢类几个意思 就为了一张一记牌 你钢类他干嘛 我想问 为什么 可能手点快了 我们不知道 先不去管 但就在我看来 这是个小学生举动 就钢类队友干嘛 队友又不是那种什么 扣血能给你排的那种 你要是循玉 你钢类就算了 好 这边七号位 刘备一把牌 全给了八号位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画牌的 就是说我是你队友什么的 就是说牌 画牌的这种 我是觉得很没有意思的 但这边这个祝容出来 好歹是做了一点事情 把曹操打残了 然后我们这边 顺来一个桃子 开乱舞 至少能 至少能收掉一个张盒 对 这两张男男开出去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懂的 好 国家挂 好 曹操挂 继续 好 甘宁挂 好 刘备挂 拆一下 拆到了桃子吗 对 漂亮 好 离点也挂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跟祝容 两个人的单挑 其实到这里打的都是很正常 就是到后期 这九分钟 就是一直是我们两个人的单挑 我想说 这里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开四倍速观看 这里因为对手是祝容 只要扣血 他就会拼点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是个蔡文鸡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可以 可说 所以这边主持人玩家选择了装藤甲 然后并且留下来大K点 留着拼点 就以防不时之躯嘛 然后装了把青钢剑 然后直接去打人王盾 这个闪电我们也是无效的 不然可以装闪电博一把 好 继续乐 其实就是他拿那个人王盾挡我们 然后我们拿这个藤甲挡他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好 人王盾顺过来 在这里不要装人王盾 因为人王盾对关羽无效 注意一下 不要觉得人王盾是个好装备 在别人面前他是个好装备 在关羽面前他什么都不是 也不要去决斗关羽 不要作死啊 有一些受命的举动 千万不要去做 好 这个调戏剑装上的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棒 其实单挑最无聊了 你看 柯桃过 他这边又装上了一把八卦阵 八卦阵还好 总没有像青钢剑那么就是绝对防御 这边反正跟猪熔打的话 你穿藤甲自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留大点跟他拼点 防止就是扣血之后 他那个 他那个就是猎刃嘛 然后他这边来了一把猪鹊羽上 完全就是克制我们 好扣血 他这边居然 他这边居然还让他 我就知道这个猪鹊羽上肯定会出事 你看看 但这边主视角玩家是很聪明的 下把贝哥就把就把那个藤甲给弃掉了 明知道有你有你的武器 就是克制我的武器在 你就不要 不要再把他留着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藤甲有时候单挑固然是好 但是你看看这摸到一把扇子 你看被扇的真是 哎 好来看今天下一把录像 这一把是三号位的忠臣 主攻选择了曹冲 我们这边选择了孙上香 这一把也是个极其不正常的视频 你们看一下 反正今天视频都是很不正常的 开局乐 借许楚 然后借许楚过 蔡夫人窃听 我们这边武中生有装马装装备 直接去 我们这边忠臣 他是跳了个反贼 去铁锁连环连曹冲跟马中 然后杀他 两张拆并没有流 并没有那个 并没有生效 但是我们这样做 只是为了让吴国太 干录我们 然后让我们摸一把牌 你看他果然上当了 还送了一把 还送了个马车过来 这边反贼 反贼 火攻自己 然后为了归星嘛 拿了我们的慕牛流马 无所谓不过 又传回来了 你看还送我们一把AK 这就有时候装中 忠臣装反贼的好处就是 反贼有时候真的傻到 就是他 因为你的第一个举动 他会 因为你的第一个举动 他会就是 永远的记住你 你这个举动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好这边蔡夫人献周 给我们这边打吴国太 其实已经露出了点端倪 我们不是反贼啊 因为如果正常一点的话 我们应该去扣曹冲才对 但是我们这边去扣了吴国太 所以说这边应该已经跳出来了 我们不是反贼 说得很明白了 好这边神草操继续归心 神草操应该把AK拿回去的 不然我们这边要开始收割了呀 他可能还傻傻的以为我们是反贼吧 不管他 这个马中真的很惨 好看这边借序处打什么 好打老太太 肯定的 肯定的 消极 消极 先去杀一下蔡夫人 直接就是古丁刀 然后消极 去杀元素 反贼的话 还有一个神草操 神草操因为不急 因为杀他会归心的 所以先把AK顺过来 拆白银回血 然后消极 结音然后去杀神草操 这个时候他归心 没有选择拿我们AK 为什么不继续杀 可能有桃子 可能他 可能可能是他有桃子 怕他翻回来 所以就没有继续杀下去 但其实也差不多 我觉得 因为曹操已经到这里了 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 不过让他多翻面 一会儿也是极好的 消极 要久杀吗 杀了借许楚 没有去杀神草操 因为借许楚 你这么肯定他是内奸吗 虽然我也觉得他奇奇怪怪的 还果然是个内奸 好 不管 那这边三打一的话 神草操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是一血神草操 而且乐重了 其实杀一下 应该也结束了吧 除非他说的最后一张是闪 但是也 给他拿过去 消极也行 反正怎么打都是 神草操最后一血 肯定是死的 不用想 好 来看下一把录像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把录像 那么依旧是个国战 主树下玩家选择了孙上香跟孙权 好 这边一号位开个万箭 估计又炸出来很多卫国 什么郭家啊 夏侯敦啊 真 你看真机亮了 五号位的真机被炸出来了 但是随即八号位的张角跳出来雷击 反伤他两血 我们这边有一把AK和两张杀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继续 漂亮 一个假许就这么死了 没有杀真机是因为他有清国 然后这边郭家的话也是 他这边是那个一记 我们也没有去杀他 然后反倒去选择了杀二号位 卫国惹不起嘛 对不对 这张赌九次的非常不错 好 结束 真机结束了 然后这边一号位曹丕亮出来 捡了一大把牌 这个阵读真的是漂亮 这个真机真的是应该死不瞑目吧 从头到尾动都没动过就挂了 好 七号位大乔发动了国色贴曹丕 漂亮 这张贴真的是必要的 十一张牌的曹丕真的很恐怖 虽然捡的是一堆破烂 但是我估计真机他手里的牌 也不会有那么烂 张辽 好 这边郭家打无限 还是让他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哎 有时候真的 你越不想让他出来 他就一定会出来 去杀谁 张角吗 杀我们 闪一下 然后带张角 这招 这招铁锁连环漂亮 真的是 怕张角雷击 你是不是 好 陆信 我们的好兄弟来了 我们这边可以消机了 还没赢 两张大K点 哎 有瓷熊 让五剑之后 就直接把扇子扔掉了 还能消机一下 出杀 还是扣血 想清楚了 选择了扣血 出九 翻谁 我就知道 翻我们 因为我们手牌多 而且下一个就轮到我们洞了 这张阵读也是不错的 但是 草坯捞起来了 哎 真的是 局势打成这样 也是 全所未有的 就是没有想到 你看张角又挂了 居然 大桥主架还没亮出来 别死啊 亲爱的 好 孙坚 孙坚 好吧 孙坚就孙坚吧 孙坚也能接受了 孙坚还有点用处 好 这边曹匹被乐中了 我们这边 我们动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 是会有很多作用的 拆 拆 拆 啊 拆斧子 好吧 然后顺武器 装四龙刷武剑 雷杀 场上没逃 因为曹匹的手牌关过了 AK又来了 好 这边曹匹就举白棋了 其实如果不举的话 也能再挣一会儿 挣扎一会儿 但是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我们这边又结阴 而且还能跟孙坚 就是阴魂搞鸡的 其实你还是没有打的必要的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结束的时候再说几句 可能就是 洛雪的解说真的不是那么的有意思吧 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多多给我意见和评价 弹幕啊 评论啊 都可以多发一点 任何的意见我都接受 好吧 那么 希望你们对周二的特别节目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毕竟这个只有在周二 周二只有在B站上才有嘛 然后周二 悠空那边依旧烧传的是仙剑五的视频 好了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 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